现在开春来到处的食野菜 我们去掐清米菜 今天回来 用清米菜包包 我爸妈喊上 在哪里去啊 天安的有倒数的事 那你喊嘛 大家好 我是天妈 现在开春后 捧的倒数的食野菜 我们走捧的去找一些清米菜回来 我们今天做个清米菜包包 走 好热 太可惜了 又要被我们吃掉 我们是不是很残忍呢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长得好看又闪亮 哦 灯哥我跑掉没啊 差点点 五瓶就差点点就拿不回来 快 拿着骨瓶子 骨瓶子还在这里呢 还没发现这个地方这么多 去年我们在个田里弄的 没发现这里有 今天我们中午煮西饭了 煮西饭嘛 主要煮点的肉了 光吃西饭嘛 妈说的待会儿你回去再煮个肉 煮嘛煮嘛 你想吃肉了 嗯 给屋里是你在当家了 说那些我还不敢 嘿嘿 去 走 差不多了 回去点了爸爸吃 我们现在先把它离出来 离出来去洗干净 我们现在来把它洗干净 我们已经洗干净了 把这个清明菜先撩一下 锅里面煮的肉 我们就来凉锅里面撩 一锅清香味 就稍微的撩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它捞起来 这个一点都不好切 它有点面彻彻的 今天切的这个细 豆腐好吗 好香这个椰葱 这是我们刚刚挖的 我把它切了 弄做的 我这是第二次做清明菜包包 第一次是给大姐和二姐学的 盐菜 椰葱 腊肉 去年大姐她们讲我的是用的 米粉和糯米粉 然后我妈说我们今天就用这个 这个汤圆粉热就可以了 三勺子糯米粉已经差不多了 烧了吗 再弄点点 好 我们就用这个汤圆米餐的这个水 把它搅拌均匀 天儿 你的盆子我看你按不住啊 这个肉面差不多 要用多大的力气 所有感到浓酸了 你怎么整到地下面去了 今天就吃不开 嗯 嗯 我们里面包腊肉盐菜先 我们这个就不需要放啥子调料了 只放点鸡精就可以了 因为盐菜和腊肉都是这样子的东西 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刷点油 不刷油的话它就容易包哈 我们今天包圆圆 弄的鸡精哦 看嘛 你看妈包的红果包的 我那个也太大了 妈那个也太小了 你不得帅行吗 最后一个 好小哦 接下来我们上锅蒸 大的大人吃 小的小孩吃 盖上盖子 等个把火上拿去 嗯 哇哈哈 这还没锅 还可以嘛 这还起来 弄到那个锅上面去哦 嗯 把它煎到薄薄里面 可以吃饭了 开饭 还可以吃哈 嗯 好肉哦 就是粘袋漆了 那个皮比较甜 好甜 柔 嗯 香 可以了嘛 你知道为什么甜不咯 嗯 因为那个清明菜的椰子甜是吧 是不是 嗯 嗯 可爱啊 那也觉得它少的味道 清香 大早吃起是甜的 一顿再带甜味 也许是那个本子的甜味 嗯 你喂 妈放了点白糖 白糖 不是 你刚才吃了一个 你就说是甜的 你两口吃了一个 我看了 香 喝的太小了 下次弄大的 哈哈 我把你们打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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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个这个 嗯 吃个这个嘛 嗯 吃个这个嘛 吃个这个 这个是我们忙的上午的哦 清明菜 八 八 你吃个嘛 野菜呀 城市里卖三块钱够 辣肉的话也卖三块钱够 素地卖两块钱 少用这个 好吃哦 好糯哦 好糯哦 长得了 今天我们用的那个糯米粉 整的清明菜包包 还算成功 还可以 就是吃起来有点伤人哈 有点腻 肯定每个地方整这个包包方法都不一样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大家可以在评论 下面可以评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